瑞瑟香农会在五鹤村扫巴档时处举办了瑞瑟天鹤茶无可挑剔的活动 除了农镇单位首长还有地方人士道场 还包括200多位很喜爱特色茶品及花莲优质农特产品的朋友们 结伴来品茶听音乐 瑞瑟农会在五鹤村扫巴时处办理瑞瑟天鹤茶无可挑剔活动 除了农镇单位首长以及地方人士道场 还包括了200多位喜爱特色茶品以及花莲优质农特产品朋友来结伴品茶听听音乐 在那个县政府也好改良场的支持之下 我想我们也认真的做 那我们曾经得到的世界冠军的蜜香红茶 我想这个东西农友的认真成果 那我想将来过去的已经不错了 将来县政府也好改良场也好 或是我们各部门的支持之下 我想我们这个蜜香红茶在我们花莲 做一个蜜香红茶的故乡 我想这个指日可待 活动结合了在地茶行咖啡农提供400份的组合办手里 免费让余会来宾以及游客带回家 因为家人朋友想用在地色色茶以及咖啡 展秀会则是来自瑞瑞农民所呈现优质摊位 展秀产品内容丰富 主办单位也办理了瑞瑞特色茶 优惠促销活动 让与会民众有好康可以带回家 接着下来在新的一代年轻人会在接棒的状况之下 其实我们要朝精品跟生活来推广 那我们也希望大家除了享受蜜香红茶之外 能够来到武贺这个地方 可以跟职人去享受一趟职人之旅 这个是我们陆续在推动的一个部分 现场可以喝好茶 要望瑞瑟美景 听听音乐 认识瑞瑟茶文化以及瑞瑟优质的农特产品 让民众在国庆以惬意悠闲的方式 在午后度过版田 记者高双双瑞瑟香采访报道